不管你有多么喜欢运动健身 一旦开始对身材有了要求 那么有个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 就是控制饮食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尽管我们一直倡导要通过运动来实现身材目标 可是为什么一提到减肥或者减脂 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节食呢 因为它管用啊 实际上根据我之前做私教的经验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减肥或者减重的话 可以完全不运动 只是通过控制饮食来实现 但如果反过来 只运动不控制饮食 几乎很难有效果 甚至还有可能增重 因为运动会让人增加食欲 当然了运动和健身的好处 不只是表面上的 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解释 但是对于减重和减脂来说 控制饮食就是这么重要 在咱们开始吃早饭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的饮食经历 所以大家看这样的照片 这大概是我在十年前 还没有开始系统健身的时候 但是呢 因为一直有打篮球 所以能看到一点点线条 当时我的主要饮食 起个名字的话 叫做妈妈做的饭 每顿饭都有主食 也就是米饭面条这些 然后加一些家常菜 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去控制饮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阶段 后来当我开始健身之后呢 身材慢慢有了一些变化 可是没过多久就遇到了平静期 而且大家仔细看 尽管当时我有腹肌 但是肚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直都是挺着的 渐渐呢 我开始意识到 可能是我的饮食有问题 只不过因为受条件限制 我当时只能在学校食堂 每天跟同学一起吃 而这个状态呢 一直持续了有两三年左右 毫无训练痕迹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当时一起健身的好机友 建议我说 你可以像网上很多人那样 先吃胖再坚持 我当时心想 反正练了这么久也没效果 我倒不如敞开了吃 于是呢 我开始每天吃五六千卡 主要是以那种高热量 高脂肪的垃圾食品为主 每天一个披萨 从69公斤 一路吃到了103公斤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之前的状态 好像确实有点变化 我当时还觉得自己拍的不错 但也就是在这个阶段 我认识了我的教练 大宝贝皮特 在他的专业指导下 我开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减脂 他当时给我安排的饮食 是以一种高蛋白 低碳水 低脂肪的健康餐为主 在这种饮食之下 结合有氧和训练呢 我从103公斤 减到了82公斤 并且比了一场减踢比赛 尽管这个饮食 让我确实身体上有变化 而且我也坚持了快两年 但它最大的弊端 就是过于单调 教练给我规定的饮食 就那么几种 所以直到最后 我的精神上都觉得 吃饭本身这件事 就是痛苦的 所以在2018年 也就是最后一次比赛的时候 我开始尝试 不同的饮食方式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肉 所以在以前饮食的基础上 我进一步降低了 碳水的摄入量 也就是少吃主食 有的时候甚至都不吃 同时开始吃一些 以前教练Bron Pung的肉类 比如说脂肪比较多的 三文鱼啊 羊肉 鸡腿等等 最后我也成功地 让身体达到了一个 体质很低的状态 而且直到比赛当天 我都完全没有觉得难受 这种饮食我一直延远到今天 对于我个人来说 是一种既可以享受食物 还能保持身材的饮食方式 看完我的饮食经历 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觉得 哇原来像你最后那么吃就对了 如果你真正想的话 就掉入了我给你挖的陷阱里 因为根据现在的科学研究表明 并没有一种饮食 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就连双胞胎都会对同样的食物 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如果大家盲目地使用我这套饮食 不仅很有可能坚持不下来 甚至还有可能吃出健康问题 但是将近近十年的控制饮食 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是适用于咱们所有人的 接下来我将会一点一点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这些问题 是关于饮食被问到最多的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减重和增重的话 运动是可选的 咱们最需要注意的是 每天的卡路里收入总数 首先大家要学会读食物的标签 并养成读标签的习惯 比如说 这个东西 具体怎么操作 在之前减脂技巧那些视频里 有详细讲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同时我强烈建议大家 通过买finance pill或者薄荷这种软件 粗略地计算出你所需要的卡路里总数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麻烦 但是对于刚开始减重增重 以及遇到平排期的小伙伴来说 这一步是非常必要的 重点是当你开始计算之后 你会对食物的卡路里特别敏感 比如你就会好奇 这个咖啡有多少卡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你的目标是增肌 或者是在保湿肌肉的情况下减脂 那么单单计算卡路里是不够的 还需要吃够足够的蛋白质 因为它是合成肌肉的必要营养素 同时必须解合健身 OK 另一个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 学生党或者在家别人给做饭该怎么吃 其实咱们中餐除了好吃之外 还有两个特点 加工程序多 优质蛋白少 无论是增肌减脂 只吃这些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大家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还是尽可能的要选择 加工程序比较少的 比如碳水的话 选择米饭 红薯 而不是酸辣粉 和泼面 而蛋白质呢 最佳选择就是鸡蛋 因为绝大多数的食堂都有 如果是其他肉类 可以先用水涮一下 也可以在网上买那些 及时的鸡胸肉和牛肉 总之在学校控制饮食 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在这个阶段 也许大家面临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吃什么 而是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比如妈妈给你做好了 你敢不吃吗 朋友叫你出去 你能不去吗 我就是因为没去 所以你看我现在 所以在这个阶段 如何平衡好自己的身材目标 以及周围的环境 才是最重要的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80% 20%原则 就是80%的时间 饮食都是在自己的控制之下的 剩下20%的时间 可以吃一些自己喜欢的 或者和朋友和家人一起吃 举个例子 假如咱们每天吃三顿饭 那一周就是21餐 乘以20% 也就是每周有四顿 你可以自由支配 不那么严格 这样的好处是 既可以在大部分的时间 咱们还是在向身材目标进步的 同时还可以平衡一下 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如果你没有一个标准 很有可能就是 你刚下定决心开始控制饮食 结果朋友叫出去吃一次饭 打破了自己的计划 就彻底破关了拖出来放弃了 这是我的20% 大家看我在这两个阶段 虽然用的是两种不一样的饮食方式 但是都达到了类似的效果 但是第一种困难的让我怀疑人生 而第二种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 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并没有觉得是在忍受 所以当我们选择饮食方式的时候 不应当只看效果 还要去想这个饮食 你是否能长期坚持 而说都会说 到底该怎么找到这样的饮食呢 通过回顾整个饮食经历 我发现 如果没有因为自己太瘦 对身材不满意 我就不会考虑健身和控制饮食 如果不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变化 我就不会用脏增机这种极端的形式 如果不是因为实在增不上去了 我就不会考虑减脂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饮食很难坚持 我就不会尝试自己去调整 如果让我重新开始 也不可能从第一步 直接就到最后一步 所以我发现 对于控制饮食来说 犯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可以避免的是 在这期间 因为犹豫不决 所浪费的大量的时间 所以大家在对待饮食的时候 走弯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因为怕犯错 而不去尝试 我说的好有道理啊 OK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 几乎所有人都适用的方法 Ready 首先第一 要明确你的目标 很多人刚刚开始控制饮食 目标非常不明确 只知道吃得干净和健康 这些都是非常抽象的 无论是增肌减脂 你都需要把它写下来 用之前提到的APP 算出你的宏观摄入量 放到能看到的地方 时刻提醒你自己 然后选择一种饮食方式 我看到留言里有很多小伙伴在问 生酮饮食怎么样 清断食怎么样 等等等等 说实话 我很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具体的饮食方案 但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 一 我没有营养师的执照 其次 就像我之前说的 没有一个饮食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营养学知识 很有可能过两年就会被全部推翻了 所以我推荐方法是 大家要多去看 不同饮食方式的文章和视频 比如你要减脂的话 你可以去B站YouTube搜索一下 生酮饮食 清断食 碳水循环 甚至是全素饮食 全肉饮食 当你了解三种以上的不同饮食之后 再做判断 往往会更加的理智 同时更符合自己的情况 接下来 执行饮食计划 当我们选好了一种饮食方式后 通常我们要执行8到12周 这很常见的错误是 很多人开始坚持饮食 没几天 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 实际上任何人 适应一种不同的饮食 都是需要时间的 同时我们可以结合 我在上面说的 80% 20%的方法 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最后一点 调整饮食 在执行8到12周之后 如果你有不错的效果 而且没有很难受 那么恭喜 你一步到位了 如果有效果 却很难坚持 那我建议咱们 不用换整体的饮食方式 而是进行一点点微调 如大家记彼的 我提到 我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虽然有腹肌 但是肚子很大 后来我发现 原来是对土豆 红薯类不消化 导致的胀气 换成米饭之后 就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达到 你理想的效果 那咱们可以回到第二步 重新开始 我推荐大家 按照我刚才画的模板 也给自己画一份 因为当你写下 整个的思考过程 就更容易去执行 其实实话说 控制饮食是有难度的 表面上看 它是你每天吃了什么 而实际上 是你每一个生活中 细小的决定 比如周五晚上 要不要和朋友 一起出去聚餐 去超市买食物的时候 会不会注意卡路里 当你很饿的时候 是吃朋友 给你带回来的薯条汉堡 还是自己花十分钟 做健康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diet这个词的起源 本身就不是控制饮食 而是a way of life 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正因为它比较困难 所以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因为当你通过控制饮食 改变了身材 改变了习惯 改变了整个生活方式 你就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样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转发点赞 评论收藏投币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同时感谢我的赞助商 MyProtein 对本期视频的赞助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 是Omega3 鱼油 鱼油的好处 可能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提高心肺功能啊 等等等等 因为咱们平时摄取 Omega3的渠道比较少 所以很多顶尖的运动营养师 都有推荐这个补给 如果大家希望购买的话 可以去MyProtein的官网 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 结账的时候输入我的手口码 就可以享受全场最高优惠 当然了 这个不是必须的 其实关于饮食呢 还有很多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如果大家对哪个点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咱们在将来的视频里 一起聊一聊 那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你怎么还在